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晶圆代工的成熟制程 真的是满到爆了 连明年应该都满满满 台积电也传出来要涨价 而且涨的就是成熟制程 这是从IC设计业者这边消息来了 台积电要从8月起开始调整 16奈米以上制程的代工价格 这就是成熟制程的代工价格要调高 调高多少呢 大概是10%到15%左右的幅度 最近有IC设计业者透露说 台积电8月起会针对16奈米以上的制程 去调价 但是已经谈妥的订单不变 而是针对加量的部分调涨 那有业者私下讲说 相对其他晶圆代工厂 台积电已经算非常客气 非常客气 只给你涨一层算非常客气 今年来比较明显的调涨 也就这一次了 可见台积电真的是力挺客户 所以他的相关客户 也能接受这样子的调价行动 也就是说相对台积电调升 这个成熟制程的代工价格 那你联电世界先进就不用讲了 所以为什么最近联电世界先进的股价 这样猛涨 基本面 另外网通大厂瑞玉 今年也公告7月营收是95.63亿 月增1%多 年增38% 连续三个月写下单月营收的新高记录 那今年前7月瑞玉的营收已经将近600亿 年增46% 瑞玉今年真的是大爆发 这个营收跟获利都很明显的在增温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在法人操作的部分 今天我们刚有讲到外资在上市买超 第一名是联电 买了6万1000张 另外投信今天买超第一名也是联电 买了10754张 此外第二名买超的是略光头控 南茂 星星 异光 南电 景硕 穆德 顺德跟异峰 上柜的部分 外资买超第一名是世界 你看上市买联电 上柜买世界 那另外第二名买超是合金 买汉磊 金盐 琴雅 长科 台药 泰兴 东油 红杰科 投信买超第一名也是世界 这个2000多张 那买齐邦 台药 创为宇郡 明安 繁甲 龙刚 京居 立望 以上提供提供没有参考 那在整个法人操作 今天外资呢 是买超43.85亿 是连四买 连续四个交易买超 自营商买2.73亿 但投信是连五卖 连续五个交易卖超 今天卖了还不少 16.5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超30.1亿 在期货的部分 外资今天大台加空颇多 将近3000口 净空单流仓部位有上到3万口之上了 小台也卖超了6000多口 所以小台又净多转为净空2800多口 那今天整个市场的气氛相对低迷 下跌的加速 上市贵远远比上涨的加速来得多 量缩似乎资金很明显的在放暑假的味道 集中交易产今天的量能不到4000亿 就3800多亿 那在国际股市的部分 我们赶快来请教邓盛明副总经理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那邓副总 现在下半年的这个国际的股市经济 怎么观察呢 其实整体来讲你可以看就是周期性 就是说你现在制造业 像美国最近可能大家都说 讲那个三峰理论 就是说可能获利是见顶 然后经济成长的见顶 然后货币政策 财量政策的一个boost 等于就是那个部分 也提供一个多头环境的一些活水资源 好像也见顶 大家判说你这个低级期猛爆之后 都见顶下来好像就不太行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其实下来不代表就是开始进入衰退 等于就是你还是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你看稍早之前四五月份那个时候 大家看多乐观 那时候大家觉得 二季度之后可能全球经济增长 因为你这个COVID-19变得比较好一点 受控 它会不止全球经济5% 就现在降到3% 等于就是一下子激起 好像感觉跟那时候比 那时候好像在天上 现在好像掉 几乎是腰斩下来 但是其实还是在成长 也没有说真的这么糟糕 那还有一点就是 大家怕那个十年再起 一直往下掉 对不对 那问题是你看 最近那个平衡通膨又上去了 五年的 现在二点五 十年也二点三 我前一次还二点四 其实好像也 通膨胀的题材也没有消去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 你可以看就是说 一段时间以来 有一些风格的一个投资 像四月底五月初以前 我记得那时候是 价值股 实际是碾压 碾压成长股 但是五月之后 你看就是刚好是台湾 大概封城之后 这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成长股 其实又爬回来 它几乎又回到 它的估值 几乎都回到之前的 高峰区了 那你看这个季度的一个 整个获利 像你看前上礼拜 公布那个财报 这个情况 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来 哇 这个市值占比 一个礼拜的财报 大概它占比 就占五成以上的市值 一个礼拜就公布完毕 然后这礼拜 占大概一两成的比例 这个时代是 这个财报的密集度 实在太高了 但问题是呢 你财报如果 比预期好一点点 好像你股价 不一定会动 但你只要比预期差 平均大概就 比大盘会多跌2%多 那好的话 只比大盘好0.3 这是高盛的预估 等于说你好消息来 不一定会助长你股价 你要是财测不好 像某一家 我记得是通用嘛 就是它的财报还可以 但是营收可以 可是财测一步预期 马上被垫到 股价马上跌了 大概8 9%吧 9% 最新的 对跟福特马上差很多 所以就知道财报的 威力影响力还是在 但是它的影响比较 算是就是 你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话 或者是你如果不如预期 你就会被变 就是变成这样 等于它的一个筛选的标准 变得更严格了 变成是用放大镜去看 也就是说你 你之前低企期 很容易起来 很容易涨嘛 那现在基企变得高以后 你要嗨好 它也不是那么简单 财报好的 股价之后大涨的就超微了 超微真的是股价涨疯掉了 连续六个交易日 股价居然可以涨30%了 这个超微的股价一涨 涨到超过120块钱美金 这个在财报那时候发布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90块附近 最近超微的股价 真的是超级亮眼 这个第二季期间 超微处理器的市占率 从第一季的16.1% 上升到16.9% 英特尔从83.9% 降到83.1% 此外 超微第二季的伺服器处理 伺服器的处理器市场的市占率 也从第一季的8.2%上升到8.9% 英特尔的市占率 从91.8%降到91.1% 虽然英特尔 无论说在这个微处理器 就是我们讲的PCR 笔电这块 或者伺服器的这个处理器 它都还是霸主 但是呢 超微确实了 这个一步步在禁逼它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股最新一个交易日 超微的股价大涨了5.5% 收在118.77% 已经是连续6个交易日 创历史收盘新高 这个涨幅呢 是废半30成分股之冠 这个超微真的很为常啊 最近 那个英特尔真的 看起来确实是蛮辛苦的 那 邓勇你觉得 美国下半年 我们这样讲第三季好了 这个半导体族群 还有在上升的动力吗 其实我觉得 你要是以估值的角度去看 大概它都已经 就是说成长股的估值 大面向来讲 但成长股不光只是 这些科技类股 但是或许占比的比重是 蛮高的 我用MACI 美国的growth 的角度去看 你看它几乎是 过去15 6年 来的估值 它又回到 它几乎又回到去年的一个 一个高峰 那你要这样去看的话 那它等于是说之前我很强 对不对 我又回到我高点 附近徘徊 但我另外一个指标去看 就是10年载 债券直律变化 和过去6个月的一个回报 它那个中间 没有什么关联性 就是说你债券 通常你降下来的时候 过去来讲 会跟平均 移动平均6个月 标普500走势回报 其实会是正相关的 但现在其实有点断链 但我觉得那个断链的一个情况 有可能发生在一个前提之下 就是联准会它的动作 可能正值一个扭转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 Jackson Hope这个月份 或者是9月份 或许它会有一些 它会有一些决定 我觉得就政策扭转的一个 磨合期的时候 通常股价 它那个反应可能会有点 不是那么敏锐 会有点断链 但是我股市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本身 其实并没有看那么坏 就是年初到现在 虽然价值一度碾压成长 成长现在又追过去 然后季节性 周期性的股票 跟那个防御性股票 关联性几乎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动 但是新市场 它也开发 其实你看有几度的一个征战 所以我觉得其实风格转换 其实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 只是说你要挑 相对来讲的话 比如说现在年初到现在 也最凶的可能是中国市场 那中国市场 虽然它是有政策的 等于是官方政策 自己在constraint 但是相对来讲 绝对报酬的角度去看 它的确是有点 跌了有点太多了一些些 这种低基期的东西 或者是跟通膨 在成长有关的 这些东西 reflection的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 我觉得这种就是 去年基期低 相对低的 今年我觉得都还是有机会 不会说因为这样的风格的几度转换 它就失去它的一个光环 因为毕竟大方向去看 还是看解封 等于是受控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指数是高盛的 那个全球的健康指数 大家说它猛爆 Delta噴上去 但问题是 那个指数还是接近 constraint低到200天均线的地方 等于是它实际上还是受控的 7月虽然一度往上走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control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 完全失控的状态 好 那美国7月的小非农 新增就业能数 ADP 33万人 是远远低于前值 而且叫预期值 是减半的 那这个周末 周五会公布出来 Non-Found Pay Low非农业就业数据 这个是市场 本周最关注的一个 国际的重要的经济数据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的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股的周三 道琼是跌的比较多 跌了将近1% 跌了300多点 跌幅0.92% 标准普尔500指数 从历史的高点跌下来 跌0.46% 但是科技股 这是往上走高了 这个成长型的股票 最近 是超过价值型股票 表现得比较好 纳查克指数 整体涨幅是0.13% 费半呢 是还涨了超过1% 1.2%的涨幅 那尖崖谷里面 就一档股票上涨 就脸书 股价涨2%多 其余都是小跌的情况 那美国也公布出来 7月的ICM非制造业指数 上升到64.1 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的 已经是连续14个月成长 而且更胜今年5月的记录 改写了新高 显示美国服务业 正在快速扩张 可是我们看到先前Market 所公布出来的 这个 这个采购基金指数 确实出现下滑的情况 就是有点转弱的状况 所以ISEN跟Market 两个机构所做出来的采样 跟调查不尽相同 但是我们都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基本上原则上 美国的服务业市场 应该不会太差了 这个毕竟整个疫情 美国施打疫苗的这个普及率 以及美国的消费力 还有这个薪资各方面 就业市场 目前经济的这个复苏 照来讲 它的服务业市场 应该不会太差 但是下半年会不会转弱 这也很难讲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红利头线投资策略部的 邓孙明副总经理 邓夫您今天是带来高盛的报告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对不对 是是是 他这个报告主要的重点在哪里 我大概稍微整理一下 但我是萃取精华 因为它的叶次稍微多点 对我知道 很后一本 对 我是讲说 其实重心是 他在讲说 现在整个短天期角度去看 商品 制造端的景气循环 或是通货载膨胀 甚至什么基础建设 什么购物中心 零售 它会表现比较好 因为他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数字 就是 如果说你是从 过去移动平均五天 大家做的时间 是截至到七月底 然后过去一个月 表现比较好的 等于这些类股 同步是一单周 单月价比较准 等于是比较短天期 大家会比较关心 这些题材 甚至业绩表现都不错 表现比较差是什么 在美国挂牌的 中国存托凭证 这个很惨 但是在美国的 中概股却很好 那些我看一下 都是美国的企业 就是跟中国的 它的业务相关的 相关度高的其他 它的股价表现 非常好过去一个月 例如什么 我看一下 特斯拉吗 特斯拉最近 股价表现相当不错 对对对 我一下竹帆不及背展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尖牙股就站在里面 这个前四十大里面 尖牙股赫赫 赫然在其中 然后几乎各大龙头产业 均榜上有名 你可以说就是 你拿到穷 到穷 到穷指数 或是标普500指数 那些领头羊的公司 几乎都在名单之上 所以这是蛮有趣的 就是中国 对不对 是美国的中概 中概 跟中国做业务相关度高的 美国公司 确实在收钱 所以这类是好 但中国却不好 中国大陆的公司 在美国挂牌的 跌得很惨 ADR跌到不行 你说到现在跌了快三成左右 应该是过去一个月 过去一个月跌快三成 过去五天跌了快一成五 所以是跌很重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吃亏 就是有一个指数 叫做获利欠价的科技股 就是说你获利不好 科技股 那会不会被修理 还有就是滚动性放空的策略 我杠规的很惨 就是说我不断的滚动放空 就会一直被嘎 就是也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 那还有就是说 今年放空美股怎么放 怎么赔就对了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杠规 就是过去移动平均12个月 跟市场高度相关的 那些林长族群 好像不是太吃香 这种族群 开始有转弱了 对对对 有点转弱 就是说你过去一年以来 你很强 可是你可能 你贝大值太高了 你现在就不行了 那相对来讲 就会被修理 就像台股盘面上的钢铁航运是一样吗 太强了 那就是一段时间以来太强 那他有提到 就是说 你这个资金的一个去向 八月资金 他觉得八月的一个走势 其实很重要 他分析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个区块 八月份 从两个面向去看 第一个是他通常是会资金会流出的 那他有个指数叫做季节高市 就是标普季节性的一个指数 那通常八月份 这个过去十几年以来 他是会平均跌5%的 第一个他会跌5% 第二个就是他资金会流出 所以这个这样讲的话 就是说 杰森后之后 maybe 就是他放出一些 可能会收缩的讯息的时候 反而对市场来讲不是坏事 坏消息会当好消息看 那现在好消息 没有那么当好消息看 大家就非常神经很紧绷 到时候反应一段时间之后 有流出有下跌之后 反而不是坏事 如果市场一直监住都不回跌 其实反而是问题 那高深的报告其实有讲到这一点 其实过去五十年来 八月是美股一年之中 表现最差的月份 过去五十年的平均数据 也是这样子 对 这个八月就不好操作就对了 比较难 但是你看九月份 又开始又会资金流入 然后十月又小流出 然后十一月份大流入 通常是这样 就十一月十二月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那一月不得了 这五个月是最好的月份 所以听到没有 你做股票 你一定要做这五个月 我再讲一次 十一月十二月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你不做这五个月 你就赚不到钱 讲实在的 这五个月真的 对啊 现在就是淡季 八月九月十月就是淡季 美股是 记决新因素 美股是淡季 台股也是淡季 今年这个淡季 比较有趣 面临央行年会的阶段 要注意就是坏消息 有可能会变好消息 对 因为你累计一段时间之后 你之前好消息 那么多好消息 大家都麻痹了 那些坏消息出来反而你有感觉 那如果市场因为这一波 一些利空挑战 如果能够维持一定的跌幅 不要跌太重 我觉得 就可以注意 反而是要去注意 相对来讲 也就是说只要 我们投过生就过 我们把这个八九十月撑过 对 那进入到十一月十二月 乃至于明年来临 又是这个股市的多头 大家好的季度了 好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最近操作不顺的话 忍耐一下 大家赶快把这一段时间 给度过去 对不对 这个疫苗也打了 然后这个股市也开始要涨了 那不是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都happy了吗 是不是 好 那邓文总 那高盛报告还有什么重点呢 他是说就是 你通货在膨胀 他觉得和股票的这两种策略 他觉得中期的趋势 你还是要选择性看好 你不能太快把通膨看坏掉 因为叶伦也有出来讲 他觉得这个东西 哇 到年底会撑住 他说到年底的时候 可能会被2% 你现在是4% 对不对 他觉得那个通膨率 就是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看起来他讲的是慢尊 另外一点就是说 价值成长 新市场和发达市场相对 还有就是金融和必需性消费 这明显的一个变动 这个游戏会持续玩到年底 大家去注意 相对来讲 被压抑的族群就是会 就是会跳起来 你方向上来讲 要看解封经济之后 其实那个服务性的 服务业的指数 就是代表说 因为它跟消费者体验 急剧相关 其实这块 其实我觉得 不能真的看太坏 就是对景气的一个解封的部分 除非你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看坏 景气就是不行了 只要它还要一席上存 相对来讲 还是在成长之中 其实应该不太可能就这样 就这样崩解了 对对对 就崩解了 没有经济也没有一系 就从这个龙井转坏的 经济这种东西 没那么极端的 他就讲说 你注射疫苗 带动的经济复苏 你相对来讲 你较高的疫苗注射 越接近年底 第三世纪之后 越高的疫苗注射率 还有带动的免疫率 其实你放宽 你封城指数 就会被放宽 那放宽就是对什么 对消费者体验 那种别生的族群 其实就会有注意了 所以相对来讲 他还是大致上来讲 好像比较审慎乐观的方向去看 好 大致上是这样 周五公布出来的 非农业就业数据 您预计大概是多少呢 现在目前市场估 大概差不多90万人上下 对不对 对 您觉得会 因为昨天那个小非农很差 这个才33万人 原来预期大概60几万人 至少是估60 我看一下 我之前看到的数据 大概是95万到100万之间 但是今天看出来 小非农这个数字一出来 就要大打折扣了 小非农 我取半好了 我抓70好了 70 75 但是不一定准 因为市场担心 如果一旦这个数字 是100万以上的话 那不得了 当天股市可能会有大幅的波动 对啊 就是这太强了 对啊 太强了 就不好了 对股市就不好 我抓 我抓70到80 不要太强 因为你现在太强 不也好 太强的话 到时候有太强的反应方式 看市场的耐震度怎么样 反正现在细节上 就是站在比较不利的这边 没错 资金要流出 然后容易下跌 好 对 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台美股市现况了 好 那非常谢谢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副总经理 谢谢邓副总 谢谢 我们留言板上有朋友留言说 我谈到系统 对不起 不是我谈到系统 是我们连线的分析师 谈到系统 我个人是比较 没有那么认同 讲实在的 这家公司 因为毕竟他的营收 真的出不来 你可以看到他的营收 这一年就一两亿而已